欢迎来到La Bella厨房 我是Amanda Holiday season又到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烤火鸡 我今天到超市来买火鸡 这些包装的全部都是火鸡 超市还有这种 我为庆祝感恩节的搞的一些促销的活动 在美国感恩节就是吃火鸡和Ham 我把这里的火鸡全部挑了个遍 终于找出来两只最小的 这只十磅多 这只十一磅多 我决定要这只最小的 火鸡买回来了 我们来把它收拾处理一下子 这个超市卖的火鸡 其实它都已经收拾得挺干净的了 但是呢它这个包装里面 有一些血水啊什么的 我们要把它都瀝干一下 这肚子里面呢 有脖子 看看 这个火鸡 还有一个鸡针 然后其他已经掏得挺干净的了 这只火鸡呢 它这个厂家在处理完了之后 它就用一个塑料的这个东西 把这个腿给捆到一起 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吧 我猜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塑料的支撑在这里 就是让它烤的时候保持一个形状 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塑料的到高温的烤箱里面去 接下来呢 我用清水 把这个火鸡冲一下 里面外面都给它冲一下 清洗干净了 就把这个鸡立起来 然后把水分控干 现在我们来准备腌制火鸡的盐水 这里有rosemary 应该叫迷迭香吧 先把这个迷迭香 叶子摘下来 放到这个 我这个 中里面 然后再加点黑胡椒 然后把它中一下 不用中得特别碎 最关键的呢 就是要把这个香气怼出来 把它 大家看一下 中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粗粗的 但是非常的香 让那个精油的那种香味 已经被装出来了 找一个又大又深的容器 我只好找了一个桶 我们家的锅实在不够大 我加了这里有三升的水 然后这是高度白酒 你可以用福特加 或者二锅头 我用的二锅头 反正是高度白酒 去腥的作用 然后这是盐 还有刚才准备好的这个 黑胡椒和rosemary 迷迭香 还有就是红糖 红糖的作用呢 是让这个增加一点甜味 然后让这个火鸡上色更漂亮 然后我们搅拌 让这些盐和糖都充分的融化 我用的是kosher salt kosher salt它的形态呢 是一种很小很小的片状的 它更容易融化 当然一般的盐也可以 只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让它完全融化 然后我们把火鸡放到这个桶里面 大家去看一下 我是把鸡胸这一头 一定要完全泡到这个盐水里面 让它充分的入味 因为鸡胸是最厚的地方 稍微压一下 让这个水都完全泡到它的肚子里面 我在院子里找了块石头 把这个火鸡压一下 让它充分的泡到这个盐水里面 用保鲜膜盖一下子放冰箱 腌制24到48个小时 如果你是在天气比较冷的地方的话 就不用放冰箱了 直接放到车库就可以了 这个turkey已经用这个盐水腌了24小时了 现在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把水控干了 把这些多余的香料给拿掉 把这个火鸡递在这里控干水分 火鸡控水的时间呢 我们来准备一些其他的食材 大家看我这一篮子 好漂亮的颜色啊 好丰富的秋天的丰收的景象 我这一篮子食材需要去两个不同的地方 一个地方呢 就是直接进这个开盘 铺在火鸡的下面 这里有洋葱 还有这些芹菜 这都切大段就可以了 胡萝卜 还有这个南瓜 我要整的这样圆的切 这样最后成品比较漂亮 这个南瓜就是之前我的视频里面介绍过的那个acorn的squash 你看我把它从中间抛开了 然后把它切成这样厚的厚片 然后这个盖子呢 我故意切的这样子 这个最后我们要放到火鸡边上做装饰的 这个南瓜也就放到这个烤盘里面 放到这边上 两头大蒜把上面头削掉 放到烤盘里面一起烤 一般西式的做法呢 都是把这个bacon呢 放到火鸡的表面一起烤 我今天把这个bacon煎熟了 放到这个蔬菜 混到一起 这样的做法呢 让bacon的油脂和这个香味 更充分的融合到它的腹腔的鸡肉里面 bacon让它煎着 我们现在来切C火鸡肚子里面的其他食材 这可以稍微切的小一点 比外面的 这是半个洋葱 还有大蒜稍微拍一下 剁两刀 然后芹菜 芹菜 胡萝卜 苹果 苹果跟bacon 是绝配 苹果有点甜甜的 增加一点 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口感层次 切成这样的小丁丁 接着我们来准备抹到火鸡表皮里面和外面的黄油 这里是1cup的黄油 然后再加一点橄榄油 卸磨的黑胡椒 再加点盐 大概1tsp 然后再挤点新鲜的蒜蓉进去 大概五六瓣大蒜吧 再来剁点新鲜的rosemary 迷迭香 再磨点柠檬皮 lemon和orange的zest 注意磨的不要太深了 太深了 里面这层皮就蛮苦的 我们只要最表面这一层的皮的香味 然后把orange和lemonzest放进去 拿个橡皮刮刀把它们和匀了 这个黄油呢是无盐的黄油啊 注意不要买有盐的 就和匀之后呢 暂时放到冰箱里面 让它变稍微的硬一点 bacon煎好了 现在我们来把它切一下 这个油要把它全部倒到 这盘蔬菜里面 哇好烫啊这个锅 待会再倒先切bacon 不需要切太小 用大块一点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这个bacon的油 倒到这个蔬菜混合物里面 再把bacon放进去 我就不额外加盐了 因为这个bacon它本来就很咸了 再弄点黑胡椒加进去 好拌一拌 让这个bacon的油充分的包裹住 每一块这个蔬菜 火鸡 这个表面要用paper towel 这个厨房纸 把它吸干一下 方便待会我们抹黄油 到时候你太湿了 那黄油就挂不住 把火鸡多余的水擦干了呢 我们就把这刚才 调好的这些蔬菜 塞到火鸡的肚子里面 我没有用传统美式的那种stuffing 里面加什么面包糠啊什么的 我更喜欢这种加一点蔬菜水果的 口味更清新一些 把这个火鸡立起来这样 就是有更多的空间 让它这些stuffing都往下走 然后拿个牙签 稍微封一下 把这个肚子 不要让这个stuffing掉出来 接下来呢我要在这个皮和肉之间 塞上黄油 这是鸡胸这一面 因为鸡胸这个肉特别的厚 而且很干很柴 所以我们需要加一些黄油进去 让它更滋润 现在把这个皮和肉给包离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调好味的黄油塞进去 然后这样推 推到前面 我看过一个视频 好像是说纽约的一个很高级的米其林餐厅 他们因为疫情没有生意 所以现在开始做外卖 他们的外卖呢 就是什么松露鹅肝的烤鸡 好像卖好贵啊 但是它就是这样准备好了 你自己拿回家自己烤的 它好像就是把这个肉和皮分离开 然后黄油和上什么松露啊 鹅肝酱啊什么这样子烤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黄油抹的差不多了 厚厚的一层 现在呢我要来给火鸡整形了 因为这个火鸡的皮呢被包离了 所以一烤呢它就会缩回去 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呢 我就用个牙签 来把这些皮给它封上 锁上 让它保持在它应该在的位置 要不嫌麻烦 麻烦想给它做个手术 用针线也可以 肚子都封上了 然后来把腿用线绑在一起 这样烤出来的形状就比较漂亮 为了防止烤壶呢 我就把这个鸡翅尝到它的 这个腿后面 这样烤 放到这个大的烤盆里 鸡胸这一面朝上 最后把剩下这些黄油呢 抹到这个鸡皮的表面 均匀的抹上一层 全部用光 这黄油也好香啊 不仅有这个rosemary的香味 还有这个柠檬皮和橘子皮的香味 我泡的时候做那个brine的时候呢 就放了红糖 就给它增加了一点甜味 所以我想肯定是很搭的了 这个橘子皮 烤箱呢我用的convection这个功能 我把它放到400度 如果你是一般的roaster的功能的话 没有convection的话就放到425度 我故意放高25度的原因就是 因为开烤箱的一刹了 会丧失很多热量 所以呢我故意把它调高一点 现在下面放的烤盘 我们要加上水 然后把准备好的火鸡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温度调到convection375度 如果你是没有convection功能就400度 我们先用这个温度烤半个小时 让它先上个色 第一个三分钟时间到了 我们来给这个火鸡上面盖一个锡尺 小心不要烫着了 我这个锡纸是用了两层的 为保护这个表面雪子鸡胸这块 不要烤的过于颜色太深了 下面这个烤盘的水不多了 我们来加点水 现在要把温度调低 调到convection325度 或者一般的roaster350度 这个火鸡现在已经烤了两个小时十分钟了 外面颜色非常的漂亮 我刚才弄了个温度计插进去 现在internal的温度呢还不到165度 所有家禽类的温度呢 是要到165度以上才是安全使用的 所以我现在再烤20分钟 咱们再看看 火鸡烤好了 总共烤了两个半小时 这是10磅的火鸡 这火鸡烤好了 现在我们要把火鸡转移到这个盘子里面 这个蛮花功夫的 因为我没有去买那个专门弄火鸡的工具 我就用两双筷子 比较长一点筷子 搓到这个火鸡的腹腔里面 看一下 然后把它抬起来 Works Perfect 然后把筷子抽出来 买工具的钱省了 这些汤汁呢我要用来做gravy 现在把它放到一个小锅里面 然后把这里面的渣子给过滤一下 好多油 我这个蜜子是特别蜜 在日本超市买的 油就可以直接就过滤出来了 看这上面表层的油 如果你没有这个蜜子呢 就用个勺子把这个油舀出来也可以 我来尝一尝 哇好鲜啊 我什么都不加了 我就让它煮一煮 浓缩一下 把多余的水分挥发了 就可以做gravy了 现在我们来装饰一下 把这里面那些烤好的蔬菜 都可以铺到这个底下 这个南瓜皮特别的漂亮 所以烤之前千万不要把南瓜皮削掉 搭到这里 蒜 大蒜 再加点新鲜的rosemary 梅蜜香 它有点绿色 好我再加个梨在这里 还有柠檬 我可能把它稍微烧了一下 这样看起来比较有食欲 还有就是cranberries 蔓越莓 我跟它放到这个 rosemary放到一起 有红有绿 这样看着特别的诱人 今天的火鸡大餐就做好了 你的holiday party都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完全都等不及了 谢谢观看 我是Amanda 咱们下次再见